我认为在中华文明中 就是到现在我老说 我们最强大的文化基因是汉字 古汉语特别好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当时还是挺让我震惊 他说你们中国人很幸福 就稍稍加点训练 就能跟这个2000年前的人沟通 就随便看他的文献 我们看这种古文献 稍微训练训练就能看懂 看不懂也能蒙个 大概他在说什么 他说那其他语言都做不到这一点 说就中国人这个就是幸福 就是这个文字的出现 所以我认为在中华文明中 就是到现在我老说 我们最强大的文化基因是汉字 你从小受这大方块字的影响 你这辈子都是这事 你跟拼音文字完全是两个路子 拼音文字就是 这个字本是没什么形容 你看咱们坐这 这一道书法你看着 刚才我在这还欣赏半天 你说这拼音它有啥欣赏的 它是基因的 对吧 所以文字的发明的对整个 就是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健全 跟这个字的最初发明有极大的关系 哎呦你瞧瞧 这把这个甲骨文给咱们拿过来了 虽然是树脂的是吧 树脂的 复制品啊 但是你看他这个甲骨文 这做的还挺像的 有模有样 就是说他这个原来算卦 说商人最爱算卦 是吧 就是先是烧 烧了正面 就会有开炼 开炼的那个文好像叫赵 赵 是不是 然后呢 你们知道怎么看这个吉凶祸福吗 比如说该不该生孩子 该不该打谁 就每一次要问事的时候 就烧 然后看那个文是怎么走向的 是吗 它这个是这样的 一边这个吧 这个是有正法的 一边这么拿 这个头 这个下边 这个牛的肩胛骨嘛 然后的话呢 它是这样 就是背后背 你可以看到它撞枣 这个叫枣 它枣成枣弧形 有的时候呢 它这边装个孔 装个小孔 然后呢 它去烧 因为它有个枣弧形 把它厚薄 每个都不一样了嘛 它烧的时候呢 它这个减薄了 正面会开炼 然后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什么样的肇 是极 什么样的肇 是凶 就是 这个是不清楚的 不清楚 很多的人想 听无实说 很多的人想 想研究这个 各自解释 因为是 这个一般的甲骨 它有 它有这个 这个仗词 我们叫就是 我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事 对吧 然后 这个命词 我要问什么事 然后 这个 这个续词 这个仗词 续词 命词 之后有个厌词 厌词就是说 这个是 比如下个 下一旬 那时候不叫礼拜 叫旬吗 下一旬会不会下雨 下一旬打链 会不会顺利 它说 OK 顺利 但是最后顺不顺利 最后有一个验证 等到打链了 顺利了 它验证 下雨了 它验证 就是算的对不对 算对不对 很严谨 所以如果他们有印词 我们不知道它到底准不准 所以这样 是我们研究条件 就少了一大块 那您照这么说 能不能说 那这商朝的历史 很大程度上 是算卦决定的 他们决定很多事 就看这个算卦的结果吗 他这个有研究的 有人做过研究 有人说呢 这个补照 这个补照 是动脚 他不是 这个补照 两个 主要是两个 好多种啊 其实我们是说补照 补字形式 张补张补 这个补字是一树一横吗 对 这个是简化了 萝卜 实际上它有可能是 两道三道很复杂 但是简化就是一树一横 对 那么如果一树一横 它是个顿角 有人说这是急 如果是直角 就是有这个 这个另一种意思 如果是锐角 可能就是胸 可能这样的 但是也不一定 某种程度上 就是巫师可能 做树角 他有经验了吗 背后撞走 我能控制这个角度 说国王喜欢这个角度 那个 看来 对 这个什么事都可能 做手脚 但是有一点 必须要认知 就是真正的巫师 他不做手脚 他真的知道 他忠于职业 对 这种骨头片 是英虚出的 一般是 英虚出的家国人 占了所有家国人的 99.9% 十几万片 带字的 那么这些字呢 出在英虚 那么我们想象中 这些字是 上往上晚期的 因为英虚是上上晚期 但是我最近有个研究 甲骨文 虽然出在英虚 但是它造字 或者规放字的年代 最少造300年 也就是 上早期 上早期 或者 对 规影前是五世纪 已经造出来了 我用了个 非常笨的方法 这个是 你都提到过 什么 就是好多的字啊 它是 像形 形体是有记忆的 比方说 刚才你提到 上代早期的顶 上代中期的顶 底下这个足是尖的 对 你不信你去查去 甲骨文里头的顶字 它只要写出 这个顶字来 底下全是尖的 英虚出土的顶 底下是平的 哦 它平足根 所以它虽然是 英虚出的 但是这个字 不是英虚造出来的 而是上早期 顶是尖的时候 造出来的 你像这个二里头 二里港的那个顶 都是偏锥形的 锥形的 所以它就沿那个形 它造的时候 或者规放字的时候 那个时候做的事 后来就这么写 所以它用的东西 其实是平足底 但是写的字是早年的 哦 所以这个字是更早出现的 这个没问题的 我不是一个顶字 是不是很想侦探 好多好多字 我可把全个都语了一遍 现在我们甲骨文 一共有多少个单字 4600左右 能破亿的有多少 一般人说1600 就是三分之一 就是大家没有争议 还有一部分有点争议的 还有一部分就完全不认识 怎么算认出来了 就认定这个字 就是这个意思呢 它要怎么验证呢 你看 你把它放到哪儿都说通了 它是四个条件 有三个清门卡 音 行 意 这个是比较容易满足的 但是第四个门卡最高 就是刚才马云昌讲的 放到哪里都说通 它字一定是记录语言的 它要记录一个句子 你说你没出这个句子 你哪怕认出来了 你也不敢说 那就像密码学似的 就得去试是吧 你比方说我们江西吴城 那是个青铜时代的遗址 出了好多刻画符号 你要让我去看好字 我都认得 但是为什么 包括我在那 包括那么多著名的文字学 都不说那就是字呢 因为它没有出头句子 哎呀 我看着这个 你知道我想起谁啊 罗振玉 这个罗振玉到今天呢 看到他应该 我觉得应该欣慰一些 你知道我特别喜欢这个字 什么甲骨文呢 金文呢 就青铜器上的文字 我一个字都不认识 我也不想学习 但是我觉得很美 你知道吗 所以而且有一些书 甲骨文 这个甲骨片呢 晚清发现的 你想这个时候啊 要不说冥冥之中啊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对吧 清朝快就灭亡了 在这个时候突然间 在这个殷须啊 出现了这么一个东西 就甲骨文 然后你知道我买 就是这个这个罗振玉呢 他把他收藏的 这个甲骨文出书 那殷须书器前边 还有后边 你知道那书 现在都特旧 还看着挺好看的 你知道吗 我就我就收了一本 一个字都看不懂 唯一看懂的 就是罗振玉 写的一篇序 哎呀 我觉得写的太有意思了 这个罗振玉就说啊 就说我前几年啊 把我这个收藏的 这个榻了以后 十印嘛 他们可能就出这个书 在前边 他说呢 这个我以为啊 会有很多这个反响吧 我给出了这个东西啊 源头方指之辈 总有能够继承我的吧 我把我收藏的这个 都出书了 总会有人记着去做研究吧 他说结果呢 在当时那个年代 他说什么动静 一点听不着 然后呢 他就说呢 我就这么想 他说啊 这个天生神物啊 为什么这个东西 在我罗振玉生之前 他没有出土 但是为什么 在我罗振玉生了以后 他出来了 而且这么多都到我手里来了 他那意思就 我就有使命啊 所以尽管没什么反响呢 他说我呀 又把那个前几年没有完备的 这个又出了这么一 编了这么一套 就是这个后编 他说但是这个后编 我要印刑出版的时候呢 这个家里啊 我估计是老婆啊 媳妇就开始说了 就说逆笑 就偷偷在那笑话他 就说你 你前几年出那个前编呢 出完了之后 我们家呢 叫什么呢 就那个烧火的那个灶啊 说灶都不黑了 就就是那种说法 就是接不开锅了 几个月 就灶都不黑了 我以为把那一盅烧纸了 然后就是可见那个辅鱼啊 就说那锅里都有鱼了 你知道就是反正多少天 家里没接不开锅了 说你现在还要出 哎 他长叹一声 那就算了吧 但是后来他又说呢 他说我到上海 他碰见了一个人 叫哈同 这犹太人 说他一个犹太人呢 他特别喜欢中国的古文字 专门花钱 养了很多人在研究 而且哈同在上海 创办一个大学 叫苍杰大学 他说可见这个外国人呢 有志于我们中华文字 他说有一天我跟他说起来 他说这个哈同啊 就请求他 那意思哈同出钱 我们把他出了吧 所以罗真玉这篇续 专门写的是 我要称颂这位犹太人 他的这个精神 希望中国人呢 你们也能重视这个 这个事情啊 对吧 在在在这儿的晚清 发现的这个 这么重要的甲骨文 对吧 说这篇续门